COME ON BABY 现在下飞机了,但是天气好像有点下 现在已经快12点了,然后我刚刚下飞机到了贵阳机场 中午准备就在这边吃个饭 下午买的1点47分的高铁票去重江 我们现在在机场这边的这个高铁站了 龙洞堡高铁站,它跟机场就是上下楼的关系 以后换乘还挺方便的 第一次做高铁是上地铁这样在一个这种底下 来来吃 沉住的物件,请不要 咱们这边是现在是中午太阳太大了 因为是晒的 我们今天查了天气有雨 但现在没有下雨 哇天气好好 现在去买个门票 这个是游客中心 现在这个游客中心去买一下门票 这个全价票应该是80块钱一张 它里面也有卖电瓶车票 但是我们因为订了里面的住宿 它会开车送我们 所以就省了一个电瓶车票 我们现在买好门票了 准备入园 这个是里面的光光车 还不错 光光车乘坐点 这是来到了这个 造星洞寨的一个观景台 这个景哇巨美 国家地理 之后在这儿可以拍到这个全景 应该晚上也还挺好看的 但是因为这个观景台离我们 住的地方还有点远 我们可能晚上就不上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 杜寨的观景台 可以看到这里的风景 很浪漫 我们现在到了酒店 应该是民宿 在这个寨子里面的一个民宿 在这个寨子里面的一个民宿 看这边的风景 它这里做了一个 纯玻璃的 这边其实可以看到有一点点 那种小的欺贴 我们的房间是双降 现在来开箱 这个楼到布置里还挺好看 哇这是我们的房间 还蛮大的 它是这个楼 就是那种老寨子楼木屋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住的民宿 叫一朵云客栈 它因为位置不是太好 在已经在寨子最边缘了 所以老板车接车送的还挺好的 我们现在就往寨子的核心区域 往那个河边去散散步 喝个水什么的 我们现在走过来 这里就有一个鼓楼了 这个寨子里面一共有五个鼓楼 就是长这个前面这个样子的 这个建筑是还蛮标志心的 你要喝吗 你真的要喝吗 别喝了拉肚子 我这都是不知道谁用过的 这边这个楼梯的建筑 感觉还是挺老的那种 老楼 旁边这个应该是新手 我们准备在这一家喝咖啡 好像是这个寨子里面 评价比较好的一家 供起来一小坨 这样快乐的时候腿还更长 不来就好吃的快点 我们家就缺一只菊包 菊包不是很多吗 这种梨花猫生成 猫妈妈 我们现在准备坐到二楼来 好像起工了 感觉晚上要下雨 我点了一个冰美式 这家是 这个寨子里面评价比较高的咖啡店 然后这个是 家属点了一个奶茶 我先尝一下这个 很棒啊 这个鼓楼还挺大的 这个是力团 力团楼 这个地方应该算是这个寨子里面最中心的地方 晚上我们准备吃这个 这边晚上应该会出一些小吃摊什么的 应该还蛮热闹的 我感觉这边应该到夜晚夜幕降临 从华灯初上才开始嗨 我们晚上就准备在这一家吃了 吃他们的酸汤泥烤餐 我们现在坐楼上 就坐这边吧 我们这个吃干的地方 坐在三楼 然后穿的就是这个 鼓楼 风景很不错 酸梅汤 给大家安利一下这个餐馆 它在三楼 可以右看这个鼓楼 右看这个桥景观还是挺好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特色的这种豆腐 看起来还蛮好吃的样子 我们的酸汤鱼锅上了 还有一些可以下火锅的配菜 在贵州这边吃饭也有雷辣椒皮 所以我们也点了一个看看味道怎么样 现在已经有点天飞了 所以人还挺多的 有人就在这个摊馆外面在吃饭 还蛮热闹的 刚刚买了一个冰箱贴 就在这边买 日常买冰箱贴 偶遇一只乖巧的小猫 哎呀好黏人 长得可好看了 这个猫猫 现在正好七点 然后我们刚刚路过这里的时候 开始亮灯了 超级漂亮 但是我的手机好像拍不出来 这个夜景的感觉 我们先慢慢的再逛一逛 这边的夜景 刚刚没有来这边 视频有点拍不出来 但是这边这个湖那边有一个站桥 然后上面有这个灯带 还有倒影 很好看 这边夜景真的特别不错 这边夜景真的很不错很不错 视频拍不出它的美 视频会有点黑黑的 夜景真的很好看 我们等会儿再走一下到那个观景台 再去拍一拍 我们现在是在白天 刚刚刚那样拍过的这个观景台 现在晚上过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看夜景 好瘦啊 又瘦又小 还有这个小泥花 这猫猫也太可爱了吧 好 好 谢谢你全是阿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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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其实可以快跟上去 现在是第二天啦 我们准备下楼去吃个早饭 然后今天上午要去唐安梯田 我们现在走在下过雨后的寨子里 然后准备去就近找一个地方吃个早餐 看能不能买酒店中去唐安梯田的一个 我们上午的安排就是唐安梯田 这个雨后的寨子看起来就不寥寥 早上的寨子我们准备在这边吃个早餐 网上推荐这个脆皮香猪肉粉 要不你点这个就不吃酸汤 我的清汤牛肉 家属点个脆皮不怕 家属刚刚去加了点辣椒 这个辣椒味道怎么样 没有特别辣 但是米粉还是很不错的 松松软软 现在我们来到了唐安梯田 今天早上因为就是昨天下过雨 所以现在云雾缭绕了 这个感觉还挺好的 还听到有鸡叫 很乡村的感觉 待会儿这个云要是散了 然后后面就是这种蓝天了 我们现在在这边据说是一个网红观景点 看到的场景 看到的场景 昂安这边就没有什么商业化 我们现在在梯田上面 它也有一些客栈什么 但是好多地方还不是很商业的房 现在太阳出来了 我们刚刚是坐车上来的 现在准备步行走下去 因为坐车上来感觉不是特别远 要慢慢的走下去 要慢慢的走下去 现在太阳好大 大晴天 正好昨天晚上把雨下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能看到很不错的场景 晴天娃娃认证 说你是赵新最大的网红猫 我们就在这家坐着喝个咖啡喝个酸奶 休息一下 这个是上面的样子 它晚上这个是作为酒吧 就只能点酒才能坐上来 但是现在白天就能够直接上来 这个上面做成一种 泰泰米茶式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晚上这边就是酒吧有助唱表演 我们现在在这个店里准备 拿两张明信片写一些东西 会给我们盖章吗 这个是早前一平会议 这个是一个动作水车 中午我们准备先买一份这个脆皮五花肉包饭 糯米饭包烤肉 我们今天又来这里吃咖啡了 你吃饭 买了一个这个花糕 一口糯米饭好了吗 一个糯米饭好了吗 包点酸菜 这是辣椒 哦好多辣椒 糯米 有种糯米包一条的感觉 包烤肉 我們今天又來這裡扶咖啡了 他們家生日好好 我們點的奶茶跟咖啡上來了 我們現在離開那個洞寨了 然後準備到從江高鐵站去坐車了 就離開這個地方啦 現在天氣也是特別特別好 我們到貴陽了 現在坐地鐵先去酒店 我們來吃這個紅湯酥辣碗 我已經要餓死了 我看看我們來吃啥 這個是在貴陽這邊吃的第一攤特色的菜 叫絲娃娃有點像捲餅 就是捲這些菜包進去 我包太多了感覺 不是沾的 不是沾的嗎 是沾什麼 是要你拔 這個是叫什麼豆腐 另外豆腐 這個是土豆 感覺貴州菜裡面肉還蠻多土豆的 這個叫蛋煎羊羊 這個叫蛋煎羊牛牛肉 感覺有點像一個土豆 我們剛剛吃完現在旱酒店 這個算是一個商只了 還蠻涼快的 感覺體感溫度 apenas二十多度左右 現在在貴陽準備入住了 來開箱一下今天的酒店吧 房间 这个楼层有点高啊 看一看贵阳现在已经 有点太阳要落山的意思 我们刚刚打车到了贵阳的 地标建筑假设楼 说这边业绩不错 我来看看人还挺多的 这个桥上好多人呀 好多人哦 好多人 这个就是假设楼了 这边好像是一条小吃街一样的 好多吃的 我们刚刚晚饭应该来这边吃的 这边好多那种干锅还是火锅一样的东西 这条路怎么有点网红一条街的感觉 都是各种咖啡啊 汉堡啊 太平路这个角度 本来准备来这一家的 我们现在就喝这一家吧 这边里面感觉很多那种韩式烤肉啥的 这条街就是很多年轻人在逛 这里这个double酒馆感觉生意好好 特别嗨 今天是第三天的早晨了 每趟旅行的必备就是吃麦当劳肯德基 我们现在下车到贵州服务馆了 左边这个大的建筑就是博物馆 右边这个是他们的图书馆 这边应该是新区就很多这种高楼 对面也有些商场 那我们就先去参观博物馆吧 这边这个像马赛克一样强 是他们这个建筑比较特色的 我们现在进来了 那就开始顺着参观吧 刚刚发现这个服务馆里面上面的墙壁的装饰 都是这种化石的感觉 史前文明的感觉 这边是第一个展室多彩贵州 现在这种博物馆做的可都真好呀 怪不得现在博物馆热 不展开了 特别不错 他这个场馆里面 做了一些这种少数民族的一些建筑 让你就是身临其境的体验一下 这个感觉 我走到这个建筑上面来了 第二章节是服饰王国这边就会展出很多一些少数民族的装扮哪 头饰啊 感觉了解一下这些是挺有意思的 这边是一些服饰 这边是一些这种织具的展览 这边是介绍这个印染剧各种不同的花纹颜色 这边全部都是首饰 这边全部都是首饰 这个龙舟有好长好长一条 我们现在上去继续参观了 接下来参观这个古生物王国展厅 这个展厅讲了一些关系 叶朗文化的其实 虽然这个贵州省博的这些展品 可能不如像中叶地区啊 还有别的一些像陕西那边的人 那肯定不如那边展品 就是精美跟中国 但是它这个文化主要是有一些小数民族的这种内容 这是明代的一个金凤冠 这个是王阳明的一个画像 然后这边也做了一个这样子的 因为贵州是这个阳明新学的一个印度 我们刚刚参观完贵州省博物馆 今天也是一个大晴天 现在准备回它的老城区 去找一个那个当地比较有名的二七路小吃街 那边好像有挺多当地特色的 然后我们吃完再逛一逛就准备返回了 我们现在来这个二七路小吃街了 准备在这边寻觅一下 这边有好多小吃 但我觉得这个街应该是不愧是本地人总来的 可是我们中午想吃了我可能只能在这边找 其实昨天晚上我们经过的那边 那个夜市可能会更正宗一点 那个都是本地人去的 但是因为我查了一下白天它那边都不太出摊 反正我们还是来这边 这个小吃街真的好长一条 我们就准备在这里吃这个土套烙锅 希望这边二七路小吃街的这个烙锅不要太坑 让我们体会一下这个贵阳的烙锅就可以了 我们的烙锅套餐上来了 看着还挺丰盛 我们下午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又准备来这喝咖啡 昨天喝这一家 今天来喝这个Captain George 你聊但是行ers 你都每晚都准备了 我猫猫猫 快zil 嗨 travaill 你 家属非要再买一个这个老挝冰咖啡一样的奶茶 所以我们最后再买一个这个 这个就让我想起之前在时装版 那就很流行这种带装的老挝冰咖啡 我现在在机场啦 我们就待会准备回武汉啦 就这个贵州机场就先到这里啦